所以今天我们主要要分享的就是我自己个人是怎样看待这个马来西亚的股市 然后FKI会怎样交易 所以今天不会有什么slide 我会直接在market的这边讲 不过在一开始之前我想问一下 大家对于现在马来西亚的股市是怎样看的 就是自从有微信出来了过后 你们是觉得马来西亚的股市接下来是会比较好还是会比较差 还是会有什么走势 因为我想知道现在大家对于这个市场的意见是如何 因为我对于市场的意见不代表一定是对的 就是不一定我看好你们也要跟着看好 所以大家可以有各自的这个意见 然后我们就在想出我们要怎样把这个我们对于市场的观点 然后怎样把它转换成一个交易的工具 所以今天我要分享的最主要是这一个 如果你们现在都是有在交易FKI 如果你们现在都是有在交易FKI 然后参加我们这个分享 因为如果是你们没有交易过的话 有可能会大概会听不懂 不过今天最主要分享的是整体的股市 所以你就算没有交易过FKI 也不觉得会有大碍 因为今天人家讲的是整个股市 所以最基本的是你必须是有接触过马来西亚的股市 所以如果你是完全零接触马来西亚的股市的话 这样可能这个分享你真的会听不懂 所以最至少你是一定要有接触到马来西亚的股市 所以我们先来讲一下基本面 基本面最近股市全球也好 马来西亚的也好 都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 我们把它列出来 这是我经常做的东西 我先把现在暂时会影响到股市事件列出来 然后我来去分析每一个基本面的因素 所以马来西亚 我们先来讲本地 本地最近有什么事件 本地的话 ok 等下我换去打中文 ok 本地的话我们通常知道是 就是疫苗已经开始有啊 就是这个疫苗的主题 ok 所以疫苗的主题会给大家一个 给市场一个希望 就是说 有可能这个COVID的情形已经要开始慢慢好转 ok 可以看到这个Case也是慢慢在减少 那个R也是慢慢在减少 然后因为这个疫苗出来了过后 有可能 这个COVID会开始好转 然后又有可能 COVID好转就代表着整个经济会开始复苏 ok 所以自从疫苗出来了过后 我们也发现什么现象 第一个就是手套股开始在回调 有没有 看到 ok 如果你们最近有在注意马来西亚股市的话 应该可以有看得到 手套股都有在回调 然后手套股你们必须要知道是手套股有两家是三家 ok 是在这个KLCI的成分股的里面 所以这手套股的走势多多少少一定会影响到 这个马来西亚股市的走势 ok 所以 这边的话可以大家来讨论一下 为什么疫苗出来了过后手套股是会回调的 ok 因为其实你就算是有疫苗出来了 还是会用手套的 就是过后如果你们有去注射疫苗的话 你们看到他们也是带着手套来注 来注射疫苗 ok 所以为什么市场会有出现这样的一个形象 就一个现象 就是 这个疫苗主题出来了过后 我们可以看到手套股在回调 可是很神奇的是疫苗关联的股也在回调 比如讲我们看Farma还是D-Farma 如果你们有注意的话 也是正在回调的一个阶段 是为什么呢 ok 这个是因为如果你们是有study 比如讲我们先看 看TUGF也好 我们比如讲我们现在看TUGF TUGF如果是 它是KLCI的成分股 所以TUGF这样的走势 有可能会多多少会影响到KLCI的这个走势 ok 然后我们也知道TUGF最近 它LAND在香港这边上市 所以其实对于TUGF而言 很像是一个利好的消息 不过有一些分析家就指出 在香港上市其实会逮留掉TUGF这边的profit 所以短期内其实如果在香港双边上市的话 其实对TUGF不是一个很好的因素 有一些分析报告是这样子来指出 不过TUGF的公司本身 他们是讲在双边上市 在香港双边上市是正面的影响的 所以各有各的说法 各有各的说法 不过以现在市场的反应来看的话 市场是觉得是比较不好 所以看到股价都一直在回调中 从2020年10月 ok 为什么手套股会在2020年10月回调 等一下我给你们看一个很奇妙的现象 ok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 差不多是2020年去年的10月份 手套股就开始进入回调 ok 到现在还是在回调的阶段 还没有什么反弹的信号 然后很多人就讲说 弄基本面投资的人 他们就会讲 哇 手套股全部PE跌到很低 有很多都在10以下 除了哈达是10多 剩下的基本上都在10以下 最便宜应该是Rubble Rex 差不多两三倍的PE ok 为什么PE跌这样低 这么手套股还在跌 应该是一个基本面很好的投资 ok 这个重点最主要的是因为之前 2020年差不多4-5月份的时候 手套的这个 需求开始飙高 因为这个疫情的关系 一下子走到太快 ok 因为我们知道 一个普通的上升趋势 是这样的吗 一个楼梯级的吗 ok 差不多呈现45度 差不多呈现45度 45度 换句话说 是一个健康的上升趋势 ok 一个健康的上升的趋势 ok 不过我们可以看到 去年的这一个 它有一点 我们叫parabolic的现象 就是它上升的幅度太快 ok 上升的幅度太快 所以你上升到越快 当然你回调的也会越快 因为 这些之前进的人 一定会找一个点 会套利的嘛 一个很正常的现象 你买 你买了股 去了 也是会有套利的时候嘛 ok 不然就是在转换股的时候 所以当大家炒上来了过后 然后去年10月发生了某一些事情 然后就开始回调 这样也就讲说资金正在转换 可是资金跑去要哪里呢 等一下我就会带大家来探讨 ok 所以若是以技术面来讲的话 就是只是一个纯粹买家 之前买太多 买太快 然后现在出现一个套利的行为 ok 技术面是比较容易去解释这个东西 如果是你要 你问我 对于这个手抄股基盘面的看法 长期投资的话 对 因为PED 有可能现在是一个很好买进的机缘 因为跌到很便宜嘛 ok 至于为什么现在会跌 因为很多很多人都被低估了 被低估了 怎么还会再跌呢 ok 对于我而言基本面的分析的现象 主要是因为市场认为 自从疫苗出来了过后 这个疫情会好转嘛 疫情好转了后 整个市场会回到去 在COVID之前的这个现象 就是一切都会回到正常的现象 ok 所以也就讲说 手套这个底面会慢慢恢复正常 就讲说 那个需求会慢慢跌回下去 ok 因为之前是 一下子有这个疫情 所以每个订单就 就大暴震 ok 然后产量的线也大暴震 ok 可是终究这个疫情会过去 然后 手套的需求 本来讲 手套我需求一年 可能是一米链 假设啦 ok 我们假设 一年是一米链 然后因为这个疫情的关系 一下子那个需求很高 可能我要用了两米链 ok 所以一下子需求跟产量 一下子加到去两米链 但是疫情有过后 很有可能 这个需求会从两米链 递回去一米链 ok 就是回到去之前的状态 所以需求生意量的那些 都会回到去之前的这个状态 所以我们叫做 normalization ok 所以这个正常化的这个状态 就会导致 可能盈利过后会慢慢下跌 所以市场就是会预计到 有这样的一个现象 所以现在这个阶段可能 投资手套股 不会给我带来最大的回酬 ok 这样什么股可以给我带来最大的回酬 就是之前因为疫情的关系 而一路大跌的股 所以现在市场开始在转变 ok 人投资者也开始在转变 因为 手套股已经起上来了 如果你在买的话 它在起上升空间有限 那倒不如我换去一些 这些因为疫情而大跌的股 ok 到现在还没有什么上升的 ok 然后我买了过后 它的上升空间肯定会比较多 而且 短期的主题 一定会很多人会吵 为什么 因为它经济正在恢复 ok 比如讲银行股 所以银行股是第一个 我们可以看到 它的走势是相反的 你看啊 手套股基本上是10月多开始跌 ok 不过我们比如讲 我们看银行股 ok 你可以看到是相反的 反正是10月多这边就开始起 有没有看到 所以银行股啊 有一些部分的建筑股啊 还有 主要 我觉得主要是银行股啊 因为经济恢复的话 第一个会影响到的就是 银行嘛 然后就接下来就到 到建筑了 因为project开始可以跑回去啊 所以可以看到啊 这一些 recovery player的stock 跟手套 还有vaccine的stock 基本上是一个相反的 如果你们有去注意的话 一个在10月尾这样子 10月中 10月尾开始跌 一个在10月中 10月尾这边开始起 所以也就讲说 资金正在switch portfolio ok 他们找那些之前 一直在低迷的 你看之前跟手套股不一样啊 这一边啊 2020年基本上是手套股 跟疫苗股 最美的时候 就是上升趋势 大涨的时候 而且不是普通上升 是一下子这样的 ok 所以 2020年已经起太多了 如果我今年 我再继续买 再继续起的话 上升空间一定有限 因为我们都懂得 demand 不会再起了 因为 疫苗已经进来了 一定是demand 已经开始到巅峰 然后会开始慢慢回调 ok 可是有什么东西 会在疫苗过后 会开始再恢复了 就是这一些 之前因为疫情的关系 而大跌 然后又没有反弹 即将的股 所以在去年10月的时候 10月11月这样的时候 我们可以开始 看到一个资金的转换 ok 市场开始从 之前炒手套 炒疫苗的钱 拉出来 然后去炒这一些 recovery player的 team的stock ok 所以这个就解释了 现在马来西亚 这个股市的现象 ok 这边大概跟 大家讲解一下 为什么市场 现在这样子 因为 真的之前有很多人问我 为什么手套股跌 为什么会股跌 因为 比码全部还有债 基本没有这样好 每个国家还赚钱 然后 那个皮股又降低 ok 事实上是市场 如果你们已经 接一股票 有比较多年经验 不然就期货多好 我们都知道 市场很少会 投资在现在 市场都是投资在 未来的价值 所以他们已经 看到未来开始 需求会慢慢转变 那么 不代表公司不赚钱 公司还是一样会赚钱 因为慢慢转变 需求还是会比之前高 ok 手套公司一定 还是会赚钱 就只是赚钱的空间 会变比较小 因为已经起上来了 所以相对之下 这些银行股 金注股 上升空间就会比较大 因为之前他们还没有起 去年都还没有起 所以就是因为有这个现象 如果你给我的话 我也会做这样的选择 就是 我一定会找一些 去年还没有起的 然后 疫苗出来了 整个经济会恢复的主题 会有什么股 会直接收费 我一定不会把钱 放在手套股 因为去年已经起太多了 我不可能去追高了 所以如果你叫我 把一笔钱去投资 我也会这样子去想 所以既然我会这样子去想 整个市场到处 我觉得很多人 你会这样子去想 ok 所以就会出现了 这个资金转换的 这个现象 所以通常你们看到 我们对于市场的假设是 如果比如讲 有一百万是在市场 流通的 就是这一百万 一定会在市场流通 所以卖掉一个东西 他一定会去另外一个东西 ok 卖一个东西 他一定会去另外一个东西 所以当我们看手套股在跌的时候 就是可以去注意一下 其他的板块 可以什么板块 开始正在回弹的 然后我们再看这个板块 有什么成分股 是在这KLCI的里面 ok 所以就可以做出一个评估 所以来我们来看回去 FKLI ok 所以看到FKLI 去年开始 就是这边年头 是因为疫情 那个手套股带动 我们看到 这一边 从7月份 8月份的之前 然后3月份 这个2020年 这边基本上都是 手套股在带动 而整个指数期 然后可以开始看 横摆 然后回调 因为那个手套股 开始在回调 ok 那看到 也是一样差不多 10月尾 10月头 这边就开始反弹 就是因为 银行股跟建筑股的带动 还有一些 那个中油股 ok 还有原油股 因为汽油我们也懂 这个原油在反弹 ok 可以看到 也是在回弹 所以带动了 第二轮的这个回弹波 所以这一轮的回弹波 你可以看到 手套股跌 不一定代表 FKLI肯定会跌 虽然之前是这样子 因为我们要知道 FKLI在什么情况下的主题 会被什么板块带动 去年投资FKLI的时候 我去年办了FKLI的课 都有跟学生讲说 就是你们可以注意 就是手套股 因为去年手套股 基本上指数 大部分都是由手套股来带动 而今天会有一点不一样 因为我们都知道 资金已经转换了 所以我现在看的就是 KLI成分里面 像原油 Extech 那个中油股 还有银行股 建筑股 这一些的东西 的板块 看有没有再继续 往上升的趋势移动 有的话这样有可能 继续回调 这可能性就很大 所以这边要讲的第一个重点 就是分析 当我们要交易FKLI的时候 分析KLI这个成分股 OK 可是我不会个别个别股 这样子去分析啦 要我mute一下 因为有人开到麦是吗 我听到有别的声音 OK可以了 所以我自己个人的做法 我在分析FKLI之前 看基本面的时候 除了看整个股市的主题 现在是偏向怎样 OK 然后第二个我一看的是 每个板块 什么板块现在正在驱动着 这个 马来西亚的股市 OK 然后 因为很多人问这个 手套板块的关系 所以我就 大概讲解一下 为什么手套股是跌的 虽然业绩是好 为什么是跌的 所以 现在大家都对于这个 马来西亚的股市 有一点点的这个 概念跟想法 我再强调多一次 马来西亚的股市 期货也好 股市都好 是对于未来的一个投资 而不是对于现在 所以为什么你可以看到 有一些马来西亚 股 我们讲股票也好了 都也是一样的 明明业绩好 不然业绩出来 反正股价是跌的 是因为 在业绩出来之前 很多人预测 他的业绩会好 所以每个人 都一定炒上来 然后业绩出来了 过后 没有东西要炒 没有故事了 除非下一个季度 会再更好 这样还会继续再炒 不然的话没有故事了 我当然是找下一个股 业绩还没有出的 然后也有可能好了 这样我就炒耐 炒耐一些 明白 所以 所以板块的这边 我们刚才有cover了 手刀股为什么会跌 然后资金又转去了 哪里 然后现在市场 在走什么主题 所以在疫苗的这个 发出现了的情况下 现在市场在走 就是每个市场都在假设 一有疫苗过后 经济会恢复 像疫情之前的样子 所以 如果经济会恢复 像疫情之前的样子 有什么板块会移动 这个就是 自己要问自己的这个问题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 就是银行股肯定会移动 OK 然后建筑的project会跑 OK 然后还有一些原料 可能原油股也会跑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 汽油价也是正在回弹 所以可以看到不只是马来西亚 全球的股市都有一种 市场正在相随 正在recovery的这个现象 OK 因为原油也开始在回弹了 他们也是在expect 这个原对原油的需求 会慢慢回复到 疫情之前的 的这个主题 OK 所以第一点 我们cover了 就是疫情跟疫苗的这个主题 就是最近正在市场上面发生的 OK 第二个会比较难懂 第二个如果你们最近有看的话 就是最近这一两个礼拜 这么马来西亚 又慢慢开始有看 有一点点在回调 为什么 是因为treasury yield 如果你们也去注意新闻的话 treasury yield叫什么 什么政府债监利率 我不大清楚中文叫什么 是美国的政府债监利率 一直正在上升 所以导致了美国的股市一直在跌 尤其是科技股 OK 科技股为什么会跌比较多 是因为去年 因为科技股这个semicron 全球 这个半导体的这个短缺 所以导致了科技股暴涨 OK 马来西亚的科技股 你可以看到也是有暴涨的 OK 然后treasury yield的关系 所以那些之前炒 那个科技股暴涨的这些热钱 开始有一点在回调 OK 简单的来讲 因为我债监 我不会讲到太深 因为太深的话 要很多时间去解释 这个债监跟股市有什么关系 不过简单来讲 就是当债监的利率越高 也就讲说 我放在股票的钱 那倒不如我把这个钱 放在我债监 因为债监的风险比较低 可是return变高 因为利率变高 就讲我们投资债监的话 我们拿到的interest会比较高 OK 既然风险更低 可是回酬又更高 那倒不如 我把放在股市的钱 放回去债监 OK 会有市场可能就会有 对于这个 债监利率的升升 会有这种想法 OK 不过我换去短期 因为长期的债监被抛售 所以我可能会 转去短期的债监 短期的债监的利率 就会升高 OK 所以因为这个线 就导致了股市 有一点下跌的情况 因为利率上升也代表 我的公司的funding cost高 所以也会影响 公司的盈利 OK 不过在这边 就不用太做太深的 这个解释 OK 不过可以讲的是 利率高 就是债监的利率高 跟股市的这个 理论上来讲 会有一个比较负面的影响 就是当债监的利率高的话 市场股市的话 是比较偏向雄的 就是对于市场会有 不好的影响 这是理论上 实际的市场 我们还不懂会怎样反应 不过以下 现在受发的反应是 是对的 是真的是会比较向下的 可以看到美国的股市 也一直在点 不过我们也看到 上个礼拜也是有反弹的 上个礼拜五千五百多点 所以我猜测 星期一的股市 也是会开高 我觉得马来西亚会先开高 OK 所以我看完了 我会分 第一点 我会先分析股市 现在走什么主题 走的主题是比较偏上 还是比较偏下 OK 所以可以看到 第一个主题是 疫苗跟这个 经济复苏的这个主题 所以这个是一个 我们的董事 一个比较正面的主题 OK 所以第一个主题 是比较偏上的 OK 然后第二个主题 就是债券的利率 OK 债券的利率的话 我们只可以讲 它是不稳定的因素 因为 一下子它又起 一下子它又跌 所以你看到 上个拜五 它又跌回去了 所以变到 所以就变到市场 有这个反弹 所以市场 这个债券的利率的新闻 我觉得大家可以 值得去关注 因为它会影响到 短期里面 这个股市的大起大落 OK 它会影响到 所以这个我们可以讲 它是一个不稳定的 这个因素 因为跌的话它会起 起的话它会跌 OK 就是利率起 股市会跌 利率跌 股市会起 OK 会有一个这样的现象 所以这个 还不会讲是完全 不好的因素 因为它不稳定 它可以跌 它也可以起 OK 不过疫苗是 恐怖是 launch了的 所以经济 附属的主题 一定是恐怖 是implay了的 OK 然后第三 这个才刚刚过了 所以我没有把它 讲是现阶段的 一个主题 因为它才刚刚过 就是我们的季度业绩 报告 季度业绩 报告马来西亚的 季度业绩报告 最新的quater 才刚刚过 有很多quater report出来 OK 所以这个已经过了 所以我不觉得 会有 影响 OK 不过它是 之前的这个主题 来的 就是 他们要看 像个quater 到底经济 有没有 附属的一个现象 OK 从那边可以看得到 OK 基本上 大市场的主题 只有这三个 我可以懂的 就是 疫苗 再进去 就整个 大环境的主题 所以你们有 看到有什么 大环境的主题 也可以来分享 一些 就是讲到 现阶段 市场上面 还有什么人 在讲 Super Commodity Cycle 我就没有在这边讲了 因为它是影响到原油 还有中油会比较多 马来西亚股市的话 原油肯定会有关系 因为原油是经济复苏的 一个现象来的 原油的需求会增加 OK 所以 大环境的主题 受发最主要是这三个 然后季度业绩赶过 所以 接下来我觉得还可以再 关注我 就是这两个的主题 OK 这是大环境的 所以我找 我判断了大环境的主题 过来我们可以 得出的结论就是 利率就很难讲 这个要再看 可是短期里面 以三个拜五的 发生事情来做判断 暂时股市是比较偏向好的 因为利率有回调 然后第二就是 那个疫苗主题还在implay 好 OK 所以 大环境的主题下 市场是比较偏凶 比较偏牛的 比较偏向反弹的 OK 然后接下来的 如果你问我有什么 不确定的因素 这个事情还没有发生 这只是我个人的猜测 就是银行 也没有办法 cover之前的 那个monitorium的 这个债 因为之前我们都懂 有个叫lost provision 不知道你们懂吗 就是之前银行 在去年疫情的时候 有拨款 就是他们 比如讲我赚 1亿 可是1亿里面 我可能抽出一个 100万到200万 放那个provision 是否之后 我可能那个债务 我收不回来 我那个债务 我收不回来 OK 先standby的一个亏损 先standby的一个亏损 不过它不一定会成为亏损 因为过后 我钱收回来的话 我provision的钱 可以拿回出来的 可以进回去我的P&L的 OK 所以接下来我们要关注的 就是这一个 不过它是一个 不确定的因素 因为有可能 收不回的话 这样我provision会再增加 这样子的银行的盈利 有可能会又再倒转 又再跌回下来 OK 这样的话 就有可能 股市又会再进入回调 不过现阶段还没有发生 这个就是 我想跟大家讲 去关注一个东西 因为 经济恢复的速度 会不会跟上 银行赚钱的速度 是两回事 所以这一点 我们需要去注意 OK 然后股市的皮太高也不好 就是如果市场太过乐观 比如讲说 经济恢复的速度 可能一年是3% 可是市场太过乐观 走到5% 所以最后 经济deliver不到 经济比如讲 最后真的就只是起3% 这样的话 股市反而会回调 所以如果你们那时候 问 明明这个疫苗都好了 疫情也好转了 整个经济都在恢复了 这么股市还是会在跌的 这样这个情况 我觉得很有可能 是因为股市 起到比预期中快跟高 OK 就市场太过 太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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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来 经济就只能回复 3% 可是市场 预计是5% OK 所以当市场赶不上 预期的话 这样那个 市场就会跌回下 下来 OK 好对呀 顺便在这边 跟大家讲一下 因为这个是 zoom meeting 所以它会有一个 时间的限制 所以等一下 如果那个 tiny limit到了 麻烦大家再进去那个 那个那个那个 那个链了 再rejoin回去 OK 因为应该差不多到晚 因为应该我们 差不多 55分 这样的start 所以 差不多要到那个 tiny limit了 给大家知道一下 如果等一下 tiny limit到了 大家再进回 同一个令就可以了 OK 所以 接下来 我会做了 分析了 马来西亚 或是跟全球股市 基本面的主题 过后 然后我就会来 看一下关联的市场 关联市场 我们可以看到 美国是好的 你可以看到 基本上都是起的 OK 期货也是在一起 所以 8月 就明天的早上 我也再看一下 外国期货 看怎样 然后再看一下 中国香港开市的话 是怎样 所以 关联市场 我们可以看到 也是一个纯粹 比较属于正面的 OK 关联市场 OK 关联市场也比较正面的 所以 基本面的分析 我通常是会做到这样 这样子 OK 要快的话 因为我没有 如果 我是建议 你们大家 总是有争议 还是有工作 并没有什么时间 太大地市场 太过长的话 我觉得最快 又最有效的方式 就这样子 分析 基本面的大主题 OK 板块分析 然后再看到 关联市场怎样 就不用特地 每个个别股 这样子去 30只股 这样子 一直去看 因为这个真的很吃时间 对于我 没有什么时间的话 我都是这样子 去做分析 OK 然后其实准确度 也算蛮高 我觉得也算蛮高 OK 不会对整个节测 有太大的影响 所以我觉得 基本面的分析 我做到这样子 其实是 蛮足够的 蛮足够的 当然的 就是 如果你有更多时间 去做更详细的功课 这样肯定是更好 OK 我是讲说 因为对于我自己本身而言 我并没有太多的时间去做 所以我做基本的分析 就是像这样子 OK 大环境 大环境主题 本块分析 板块分析 然后关于的市场 OK 然后基本面 你就会抓 像刚才这样子 然后我就会进入到 这个技术面 所以可以看到 这个礼拜 我也开始正在 send FKI跟FCPO的 这个交易策略 所以我就大概 跟大家讲一下 我这个交易策略 是怎样找的 OK 如果你没有注意到 第一点就是 这个交易策略 是在股市 还没有开始之前 我就已经send出来了 OK 就讲说 我是看今天的币 是怎样怎样 怎样 然后我就send 下个拜议会怎样 怎样怎样 OK 这是我 对于市场 有一个concept的 一个方式 然后到市场 整整开的时候 我又再看 看跟我一起 有什么不一样 OK 然后我又再 从我的策略那边 做调整 所以我现在会 跟大家讲一下 我大概是这样做的 OK 首先我们 我通常会先看 一个走的chart 不过一个走的chart 一个礼拜才看一次 你不用每一天看的 因为 weekly的chart的话 每一天 每个礼拜才出一次 所以如果你们 对于这个技术面分析 没有概念 就讲 你们完全没有 结束过 技术面分析的话 这边 你们可以给我知道 因为你们可能会听不懂 OK 所以这边的话 就希望大家都 有至少接触过 技术面的分析 就至少懂 这个图表是 讲怎样 讲怎样的 OK 不过不用紧 因为我们这个 FKI的课程 也会 跟大家讲一下 这个技术分析 会讲得更详细的 然后基本面 也会去得更详细 OK 所以周图的话 可以看到 是之前疫情了 过后 2018年 2019年 那时候 经济开始在回调 然后一路下跌 然后从去年的3月 因为手套股的带动 开始在反弹 OK 然后回调 然后又在第二波的反弹 OK 所以现阶段 从周图 这样这边来看的话 我可以得到的结论 就是它是在一个 属于一个反弹的阶段 OK 然后它也是在试探 波尼克变的中间 波尼克变的中间 OK 所以它还在反弹 可以讲说周图的话 它还在反弹 那么接下来 我就看 我们来看一下 Daily的chart OK Daily的chart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 它是在一个反弹的阶段 然后如果你们有看 我的这个技术面的 这个分析 就是我的那个 加力策略 我这边有提到 就是它在试探 Head and Shooter Head and Shooter 是一个偏下的信号 一个偏下的信号 暂时还没有恐怖 因为它一直在 Testing Support 又还没有破 Support差不多是在 等一下 差不多在这一边 OK 算了1550 EU LINE 00 C 所以